孙将军历史上也的确发生过 海空都有 如果是海的话 1988年我奉命撞你舰 当时候据说也是苏联 一直警告美国 他说你在靠近我要撞你了 那美国就觉得 可是我派出巡洋舰这么大一艘 美国的约克承号巡洋舰 那苏联呢据说当时 好像本来也是要派这个航母 结果好像故障没办法来不及 只好派了一艘小的苏联军舰去 但是你知道 被称之为战斗民族 这个不是假的 直接就撞上去了 再来就是1987年 巴比之海空 巴比之海空中手术刀 什么叫空中手术刀呢 来这个张将军 对我们他就是拿这个 他的垂直尾翼 把尾翼当成手术刀 对去拿手术刀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共产国家出的这个飞机的结构 尤其他的蒙皮 就是飞机的那个蒙皮 很坚硬 我去以后我们空间关要有 中共投尘的飞机 大热天外面温度大概36度 你去摸那个飞机的蒙皮 温度凉的 它对太阳光它不吸收 你去摸那个其他铁皮 在四五十度 上面可能可以煎蛋了 但是你摸这个飞机的蒙皮 凉凉的 你看它不吸太阳的温度 同样是金属 你看金属应该吸热吧 南部太阳光那么大 它这个是这样 它的结构问题 结构很强 那个结构 我们在螺旋桨就比较脆弱了 螺旋桨是高速 尖尖的 那它就拿这个飞机 刚好一过去的时候 它的垂直尾翼 刚好打到它螺旋桨 那你这样的话刚好 我们讲到的 这变成空中手术刀了 那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飞机的 你这螺旋桨一变形 飞机只要螺旋桨一变形 就没有动力了 因为你整个动力 没有动力就没有生力 没有生力你就要紧急处置 除非它是两个以上的发动机 你看像死神 它就这一个发动机 那一个发动机完毕 它没有生力了 没有生力 它如果再做几个动作 就掉到海里面去 因为它没有生力了 那它这一个我们讲的 1987年的巴比伦 这空中手术刀 就是把螺旋桨创坏 但是这飞机有回回去 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螺旋桨 其实两个螺旋桨 或四个螺旋桨的 你只要坏一个螺旋桨 没有问题 我只要把这个关掉 然后用舵来平衡它的 因为有扭力 你这个地方 比如说右边坏掉了 你左边有力量 左边有推力 它会向右边 你要修左舵 把它抵回去 因为要是抵到 你把配品片用满 配品用满还不够 因为发动机坏掉 你还要在抵左舵 两个都要动 你的飞机变成侧着在飞 侧着在飞 那如果你四个发动机 你坏掉一个 那还很OK 你还有三个 扭力的效果还很小 没有问题 那它这个是两个发动机 所以没有问题 它还是飞回去了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因为俄罗斯战斗民主 我就上次交下令给我 所以上一次 不是光在这个 在库叶岛外面 不是航行被击落 全部都 它直接上民家发令 这个打飞弹过去 还叫飞弹就出去了 类似美国乡尾石飞弹 还叫飞弹就出去了 直接出去把它击落 后来没赔钱 没赔钱 大家就 这种船家属到那边去招魂 然后丢些鲜花到海里面去 俄罗斯赔了没有 一毛都没有赔 有没有道歉 也没有道歉 是这样子 俄罗斯民主有时候 从这个看 几个事情来看 俄罗斯战斗蛮强悍的 而且他的立场 还蛮坚定的 这个都有原因的 那个时候CIA常常利用 韩航的这个机幅下面 吊挂这种监视器 去侦查 俄国也警告过几次 俄国警告过几次 你这国际航线 很多是飞越俄国的 你飞我家领空上去 没有关系 你不要做侦测活动 对 但是帅上去 你就是因为这样子 以后美国还会来 抵禁侦查吗 一定会 但是问题黑海 南海不是更危险了吗 因为全球鹰 要去新加坡了 因为乌克兰战争里面 俄罗斯吃了很多的亏 就是电针机 电战机 星链 一直来收资料 这些把战场上的情报 看得一清二楚 告诉乌克兰 打俄罗斯的哪个指挥所 打死多少将领 都是这些飞机的功劳 我跟你讲 你不要看侦查机 侦查机很重要 我们在以前 学地面作战 就是战场迷雾 搞不清楚 敌人主力在哪里 敌人的主观 指挥官在哪里 对不对 现在这种侦查系统 进步以后 辽若指掌 加上飞弹的精准性 那是千里外 斩将夺旗 那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要有眼睛看到 难怪最近 这个侦查机飞来飞去 在南海 我们常常看到 还有在台湾海峡附近 也是解放军的侦查机 所以大家都是 放了各种的眼睛 放各种眼睛 先看摸清楚 摸了个遍 对 那接下来呢 张昌君 你可不可以再帮我补充一下 苏凯27是歼11的前身 对 这个因为 老共他先向俄罗斯买苏凯27 那时候为了取代千八 还有那时候千六要退了 现在千七今年要把它退掉 他现在都变成千八以上 那这个时候苏凯27先进来 这个是二十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一过来之后 中共把这个苏凯27 它的发动机 还有它的火控系统 光学系统 武器的射控系统 通通改为 这个中共来自的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变成千十一 包括千十一还有新型的 还有又新二型的 变成整个千十一系列 是这样 所以我们仔细看 苏凯27的外观 跟千十一的外观 百分之九十五很像 整个大体是一样的 但是你要看的是看什么 看它的外挂东西 没有它的一些 它上面的天线的位置 天线的角度跟天线 上天线的角度 跟下天线的位置 有点不一样 要看这个 你看整个外形 百分之九十五 都看不出来 我说这是苏凯27 还是千十一 一般人是看不出来 那天线有什么端倪 因为它天线的位置经过 因为二字的天线的系统 跟中国字的天线系统 不一样 它是用它的这个模式 大小也不一样 长短不同 那放的位置就会不一样 因为放这位置的时候 跟空气动力有关系 你当飞机的这种 增加的太多了 上面有卫星天线 下面有刀型 都放口 上面又有下天线 上面又有上天线 你多的时候 会造成空气动力的改变 飞机会不平衡 它有这一去的时候 飞机有点侧的飞 你感觉不上 你感觉飞机上 但是飞机其实有点侧 你这样的话会造成 你的这个飞机的性能 会受到影响 那这样影响的话 好 那你就要做调整 你要调整之后 你要加配重 你配重一加之后 飞机又变重 因为我要让它平衡 你看有时候 我们看那个车子的轮胎 为什么加了一个千块 因为这个轮胎 它是原型没有做 但是它没有定中 没有定中 这轮胎一直在高速公路上跑 它是不稳的 小小的不稳 但是你速度很快 是会有点点到达相当的不稳 那所以配重要增加 那配重加整个飞机的 整个流体力学跟它的重心 重心就改变了 你重心改变 你武器的挂材又改变了 所以它整个是环环相扣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讲 最重要的这个千十一 跟苏凯二七最大的不同 是发动机 二字的发动机的使用的 使用的售限 还有翻修的时间比较短 它要很快就要进场 那现在中共又窝喷石 来取代了苏凯的原来的发动机 这是二字的发动机 它的变成翻修时间可以拉长 本来两百小时要进场了 现在不用五百小时再进场 换句话说我的 它的作战的成本 训练的成本 这样大幅降低 是这样子 最重要的是三个 一个是发动机 一个是火控系统 第三个是无线电跟电站系统 这三个经过大大改良 所以千十一的战力 比苏凯二十七 要来得新要来得好 嗯 后发优势嘛 把你这个不好的 好的我都学起来 不好的我进行升级改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目前的大国关系 到底走到哪里了呢 现在有很多的 包含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第三次的这个连任呢 他也把一些定调讲得很清楚 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华民族迎来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然后他直接点名美国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我实施全方位的遏制 围堵打压 给我国发展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然后呢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也提到了 中美可以合作啊 也应该合作啊 中美合作大有可为 围堵打压对谁都没有好处 但是呢 你要记得哦 布林肯呢 在上任的时候 他说过了一个3C理论哦 他曾经说过 我们该竞争的时候竞争 可以合作的时候 合作 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那什么时候要合作 什么时候要竞争 什么时候要对抗呢 都是美国说了算啊 所以才会搞到现在这么难解 好问题来咯 你看哦 习近平跟拜登 跟普丁 马上3月20号要见面 而且是亲自面对面哦 但是拜登呢 一直透过媒体在放消息 会啊我们很快要跟这个习主席 进行谈话了 但问题根本从头到尾 没有个谱啊 中方也没有任何的 什么样的一个官宣啊 哎蔡委员你怎么看呢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汪汪斌就说了 他说如果想沟通嘛 OK啊 美方你拿出诚意来啊 的确大国之间的较量 是要从很多的细微地方 去展现你的实力 比如刚才我们在谈那个 无人机的事情 俄罗斯就是在这种地方 展现出说我的实力 叫你不要来 你肯来 那你再来我就拦截你 像一样呢 在东南沿海 美军的飞机也经常在那边出动啊 侦察机动不动的来啊 那你大陆的拦截的功能 如果能够表现这种气魄 那你这个大国的威望跟气势 看你美国还不敢挑战 那你在外交讲一百句话 不如你拦截他一次 我讲白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也要领导人过英明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普丁就是相对比 以前苏联领导人来的英明 他现在不是这两个飞行员 拦截了这一架 这个死神无人机的时候 回去普丁的国防部长 马上颁奖表扬 加奖休假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前面讲那个 历史上最经典的 巴伦之海空中手势刀 那个那位飞行员叫做 瓦西里什么辛席尔 这位回去什么 个人英雄主义 降级 处分 停飞 你看嘛 苏联为什么会倒 就是他的表现出 完全跟现在俄罗斯角度不一样 所以军人明明做了一个英雄的事情 全世界都刮目相看 回去被他们的苏联的官僚主义 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 然后降级 然后最后什么 抑郁而终 这种人本来应该升为将军的吧 所以现在一样 这个中国在对抗 这个美国的大国崛起 也要注意到 比如有些被认为战狼外交的 就把他兵起来 那人家就看破你手脚啊 那派出来的人就讲那软绵绵的话 那人就被人看破手脚 所以我很诚恳的跟中国大陆讲 你知道大国在竞争的时候 你要视若不可以像那个 八轮之海空中手术刀 那个事件后面的处理方式 要谨记这个教训 那现在习派要不要对话呢 其实会无好会 话无好话 以前不是视讯过几次吗 对啊 也没什么结局 拜登翻脸不是照常 对不对 照常那个 那个众议院议长 对 佩洛西照常来吗 然后呢在这个 巴黎岛两个人不是 谈得好像很愉快 好像开始降温了 哇 一个气球 就把整个事情都干扰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还知道 这个大国之间风浪很多 因为两边 刚才你讲了3C 要怎么竞争 要怎么对抗 那不要忘记哦 三个C里面只有一个C 三分之一叫 Cooperation 对啊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态势是很清楚的 要硬起来 所以重点不只是要 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 还要硬起来 这一点 美国人只吃 因为美国人 我们就知道 他就是一个西部文化 你不够硬的话 他都吃定你软了 那现在大陆外长秦刚是有相对的表出一种很硬的姿态 那在处理这些 不管是伊朗 沙奥地阿拉伯的 不甩你美国的什么感觉 对不对 那你现在处理俄乌的问题 也不必甩美国的什么感觉 美国一定会破坏 你不用放心 但是你要有本事排除 在外交上要有本事拦截 美国会派出这种外交无人机来干扰 你不要以为不会 所以你要有本事拦截 你看蔡成元的讲话 像不像美国的座位 稍微哒哒哒哒 硬起来 红火 不是 美国一定会这么做的 美国这样 你在烧猪股 要不要这样做 不是 对 你中国不这么做 你无法处理 你看这三个人 习近平讲的是硬的 秦刚是硬的 那李强讲的不一样 有人扮黑脸 有人扮白脸 当然就是 两手政策 李强管内政 管经济 管经济管内政 他管不到国防外交 美中真正的关键是经济争霸 所以讲硬话的可以讲 硬的动作不多 生意还是要做 制造大锅缠那么多东西 卖给谁 美国是很大的客户 但美国其实最会的就是 我老蔡学的是老美那一套 硬起来 打起来 扰起来 应该这么做 听起来很爽 为什么看他动作那么犹豫呢 对不对 稀土也可以不卖了 对不对 这个反制美债可以大量的抛啊 为什么没做 因为还有出口顺畅 对 互相都是需要的 都是需要合作的 这个比夫妻吵架还假 还假 那你说他们两国吵架是假的 吵是吵啦 没有真的动手啦 因为明年要选举了 拜登也想要对中国展现 他硬起来的这个态度啊 需要选票啊 那接下来呢 你看哦 秦刚其实也先暗示了 我先告诉你哦 我们现在哦 对你们的危机升级 已经感到很忧虑了 如果你们再跟着美国继续走 到最后我跟你说 等到连中国都调停不了的时候 到时候你就看看 俄罗斯怎么对付你了 好那接下来呢 那一些曾经啊 被美国制裁过的国家 现在不得了 大家都手握手耶 签合约耶 白亚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到了伊朗去 进行国事访问 莱希告诉他 来吧 我教你 怎么应对西方制裁 伊朗被制裁了四十几年 他现在很有经验耶 帅杯 这个当然嘛 伊朗被制裁太久了啦 套一句老公的话 苦大冤生 苦大仇生 苦大仇生 那白俄罗斯是被制裁没多久 对 前两年 所以伊朗可以讲说 我们都是受害者 我告诉你 做这个劳要怎么做 对不对 经济上的困境怎么弄 我怎么化解 用走私啦 伊朗干过很多这种事 海上的走私交易啦 自己搞什么原子弹啊 搞核子武器 骗无人机啦 对 所以人啊 都是在困境里面成长 我告诉你 我这边回到一句话 为什么第一节我跟你讲 老兵的重要 我刚到金门的时候 中尉副联长 那个时候单打双不打 炮弹 只是改成炮炫弹 那我听起来都是一样 老兵听起来 哎 副联长 在那边 他听得出 那个声音离我们多远 对我们有没有危害 大概什么地方落下来 因为什么 他是老兵 打过那一战 他连机枪声音 插过你那个耳朵身边 多有 声音都不一样 破气炮 他也听得出来 所以战场上 能存活的都是老兵 你看所有战场电影 都给新秘讲 跟着我 你才有活命 对 所以这个东西啊 为什么讲乌克兰 这个困境 现在除了一批 刚刚到美国 英国 加拿大 受训的回来 还有一批 会操作新武器的 其他的 都是比较嫩的行为 没错 所以现在呢 俄乌战争的关系 演变到这边 但是美国还是 继续来硬的 好 这边放个火 那边捣乱一下 但是有关于这个 北溪管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美国不是说吗 我们查出来了啦 这个就是亲乌派的分子干的啦 也不是乌克兰哦 但是也不是我们美国 也不是俄罗斯 反正就是一个团体干的 但是呢 普丁直接说了 你们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这个普丁直接说 他说你这么大的爆炸行动 你背后一定有国家支持好不好 谁最有可能呢 就是美国嘛 因为你就是要让德国啊 买不了我的油 买不了我的能源嘛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比较贵的 卖到欧洲去 普丁说这话有没有道理 没错啊 的确是啊 但是现在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 帅将军你怎么看呢 刚刚我们说啊 很多飞机的侦察机靠近 会让大家觉得很讨厌 来摸骗我们全身 但是现在呢 美国直接派轰炸机 到距离 圣彼得堡只有200公里的地方 来进行演习 俄罗斯的专家说 的确啦 没有侵犯边界 所以我们也不能对他怎样 不能击落 不能电子战 但是他也提到一个哦 俄罗斯我们战斗民族 要来硬的不是不可能哦 我们可以派图95MS 或图160 到美国英国波兰周边的空域 你来我也去啊 然后呢 还可以派 美国海岸的这个 在美国海岸 派这个军舰 携带超高运速导弹 尤其是俄罗斯有一个 超级鱼雷 波赛东 让他进入战斗直喷状态 所以你看俄罗斯的这个军人的态度 是这样的 这个就可以看以前那个日本武士刀店一样 这边要拔刀 那边要拔剑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 因为俄罗斯以前不是讲了吗 这个乌克兰战争打到最后 你北约要的话 我可能要升高核子作战的威胁 你讲过这个话嘛 那现在美国就说 我不能说不做反应呢 那B-52是有名的 就是战略轰炸机嘛 跑到你圣彼得堡附近那边 露一下就是说我有攻击你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的这个威胁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因为前面他回应什么 因为俄罗斯讲这个北溪炸这个 不是普通人能干的啦 水那么深压力那么大 潜水人员付一千多磅的炸药 还要安置导报 还要安置引发设施 那哪里是普通人能做 所以俄罗斯这么一骂 美国也顺便就把这个B-52 拿去亮一下像 俄罗斯说你有挖北药 我也有啦 波塞东鱼雷 你知道是何子鱼雷啊 对 可以打很远呢 不是说船跟船的距离 它可以打上去 据说可以在海底 海底里面表几百公里 它打到你港口里面 整个港被原子弹炸掉 那个满 波塞东是海里面的海神 对不对 那个鱼雷名称就很霸道 就是海神的意思 对啊 它那个第一个通常一般的鱼雷的 那个内燃机啊 撑不了多远嘛 你细带的油料 这个它比较超大的 所以它可以在很远距离 你很远的地方 它可以把你的整个港 就整个毁掉了 所以而且你还不知道 它潜见在哪里 你进的话容易被海岸侦察机啊 这个电网啊 侦测到你的位置 它这个说来几百公里以外 打来了 你整个港的舰队 整个舰队被毁灭 所以现在是双方都在亮舰 你有一把舰 我有把刀在那亮嘛 其实都打不起来 我年轻时候看那个帮派打架 叫得最凶的都是那个小熟 有啦 侯一续 侯一续 半天 他都不上来 的确喔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喔 日本跟韩国还真的见面了 然后一起去吃了寿喜烧之后呢 再一起吃了续汤又吃了蛋包饭 结果你知道吗 尹锡悦被骂翻了 他们国家的人骂他什么呢 骂他卖国贼 一个首相去做外交 被说是卖国贼 然后呢尹锡悦还说 我们跟日本啊 我们要看的是我们 韩国和日本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不要再纠结在历史了 哇 这句话是大忌啊 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日本 在美国的撮合 讲好听撮合啦 讲难听一点就是施压啦 的情况之下呢 好 韩国总统尹锡悦 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了 日本跟韩国一直谈不拢的 有很多问题 有主导问题 有慰安抚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日本企业二战真功的赔偿问题 结果现在尹锡悦 就直接说哦 好 日本你不用赔了 我们自己来搞定 我们韩国自己第三方代赔方案 那日本摸摸鼻子啊 好 你都说不用赔了 那就这样子吧 那日本手上岸田文雄 也释出了善意哦 他说好啊 那你对我们韩国 我们原本对你们韩国有一些 半导体的这些材料出口管制 好 那我现在就不给你管制了 好 你要买我就卖给你了 OLED的面板的 浮具刘亚安 还有半导体的光阻剂啦 高纯度的这个浮化氢 但是大家你要知道啊 你有看过去几年的历史就知道 为什么当初会设置这个 韩国的出口管制呢 就是因为当年文在寅硬起来 普景会说 好 可以不用赔 但是文在寅硬起来 觉得不行 我们韩国人 我们不能再送你日本人的气 所以呢日本人很生气啊 他才吓了好啊 你要对付我是不是 所以才吓了这个出口管制 所以难怪尹锡悦被骂成卖国贼 我们先来看一下 被贴上标签吃播外交 来 屈辱外交啊 张将军你怎么看呢 这个日韩啊 那个心结是很深的耶 我认为日韩他们 这个历史的心结 一时两刻很难化解 他们从15世纪开始 从15世纪在对马岛 我们到对马岛 对马海峡有个对马岛 对马岛距离韩国是很近的 距离韩国只有50公里 距离日本比较远 是130公里 在对马岛是日本的控制 在日本控制 日本第八大岛就是对马岛 那现在那韩国 你看看 韩国一直要把对马岛要回来 几十年下来 已经六个世纪了 从15世纪到现在为止 21世纪六个世纪了 你看 换句话 这个历史的这种 这种渊源 太久远了 那第二个刚才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那个祖岛的问题 祖岛问题现在 韩国叫做独岛了 那独岛的话 现在在韩国所控制之下 现在韩国的 它的 它的韩国叫做国军 韩国的国军的 它历史的博物馆 一进去就是 那个祖岛的 现在的状况 它是随时24小时 直接直播的 它那个上面的站的卫兵 拿了枪 现在的状况就是 直接在那个电视墙上面 是这样子 你看 你看 韩国对这个祖岛 它多么的重视 韩国叫做独岛 日本叫做祖岛 你看 但是现在 那个 现在在韩国控制上 但是日本一直要回来 这个都是问题 然后我们知道 日本在韩国殖民35年 从1910年到1945年 这些大仇恨 包含刚才 主持人所提到慰安妇 还有二战的征用功的事情 太多了 这种事情 你想要一时两个化解 有可能吗 这种历史的仇恨 没有50年100年下不来 给大家看的抗议画面 都是最近的 尹熙月出访了之后 他们国内完全 超级大抗议 对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 它这个只是 外交场面归外交场面 历史的仇恨 就是另外一回事情 没有50年100年200年 化解不了 但是外交总是长场面 给它好吃的 好喝的 然后看起来场面摆得 非常的富丽堂皇 红毯相扑 很盛大 但是一回去之后 这个还是要回到原点去了 没错 因为整个国内的 氛围是这样子 将来还不要面对选举 还是要面对选举 还是要不要争取选票 要争取选票 那这政府的立场 是不是要回过去 这变成 这个会变成 大幅的修正之后 又大幅的回去 只有一个小小的和解 小小的大环境 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大环境 小环境改变 那是非常困难的 那靠时间来化解 那时间的化解 我讲过 绝对不是一时两刻 五年十年 没有五十年 一百年下不来 没错 尤其是这一次 连出访呢 吃什么 都被拿来大作文章 尹熙岳这一次出访 你知道吗 被叫做屈辱外交 还有蛋包犯外交 这个名词听起来 就不怎么样 然后呢 再来帮大家解读 首先呢 晚宴去了一间名店 吃了这个寿喜烧 然后呢 尹熙岳特别说 我历史记忆中的味道 曾经来吃过这个蛋包饭 来各位 我帮大家解读 尹熙岳的脑中 记忆中对日本 只有蛋包饭 曾经的那些历史的过去 抱歉 尹熙岳都没有提到 甚至是很多人 这次他们的 共同民主党的发言团 直接说了 这次尹熙岳呢 跟日本领导人的会谈当中 留给我们的只有 尹熙岳总统 两次晚餐的吃播外交 绝对不能为了得到日本首相的一盘蛋包饭 把日本想要的东西拱手相让 但现在哦 这个真功的赔偿都不赔了 大家抗议到爆炸 你卑躬屈膝 你卖国 你像写完作业一样奔赴日本 你知道吗 受害者家属怎么说 我宁可饿死 我也不会拿你这笔钱 因为这笔钱照理来说 是日本要赔的 但现在呢 尹熙岳来往下看 他叫韩国的企业 曾经日本留下来扶植的那些韩国的企业 像是蒲像字帖 直接40亿就拿出来了 但这笔钱哦 大家说我们不要收 还有一个屈辱外交 好这个等一下呢 导播会帮我们上这个画面 大家会看得比较清楚 来 导播你现在先帮我tag这个画面 什么叫屈辱外交呢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尹熙岳 会对着日本国旗敬礼呢 好你可能会说 你这个是转播角度啦 但是实际上我看过画面 的确哦 尹熙岳前面是日本国旗 岸田文雄的前面是韩国国旗 两个人同时敬礼 但问题来了 为什么要故意演这一出呢 这个明明就会很有争议啊 日本是不是很邪恶 他还故意设了这个陷阱 你看看韩国总统对日本国旗敬礼 哇这个直接打击到的是 这民族的底气韩国人直接叫他说 你不要回来了 这个尹熙岳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素人 说难听一点啊就是政治的白痴 但怎么样他也是韩国人吧 难道他没有自己韩国人的这个底气吗 韩国的历史只到1950年韩战 但是日本跟韩国之间的一些复杂的问题 也是要追溯到1592年的 所谓的万历朝鲜之意 那里面争执了很多很多 那也的确日本要侵略韩国是 每一次只要有机会就想侵略韩国 他从来没有放弃任何机会 所以他不是一次两次结束就算了 比如说中日甲午战争 二次大战顶多两次 可是日本跟韩国那已经数不清了 两国的历史已经很复杂到一个程度了 那现在日本人就自己以为 他说在1960年的时候我们不讲好了吗 我给你5亿美金的贷款 还有这个什么援助 就已经把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第一个日本的立场是这样子 可是当时韩国是把这个钱拿去盖 刚才你讲的那钢铁厂 第二个日本说 我当时是殖民政府 你是我的署名 我征召你强制你的劳动 我也征召台湾 我也征召自己的日本人 都有强制征召 那你是我的署名 我征召你是法律义务 你怎么可以要我赔偿呢 不是否定我当时殖民统治的正当性 这日本人的第二个理由 然后日本的第三个理由是什么 我并不是强迫你到 我日本的钢铁厂工厂里面来做事 我是强迫你到 我在韩国的钢铁厂的分公司 比如三年分公司做 那现在那公司都给你了 不认错不道歉嘛 对那我为什么要道歉 为什么两方面僵在这里 那现在问题来了 韩国人讲的是说 当时强制我的不是韩国人 起来强制我 是你日本人强制我的 这是民族仇恨 那你要不要道歉 也有道理 你不能说没道理 要不要赔偿 应该赔偿 那为什么不是你赔偿 还要叫我韩国那些 以前 即使说接受你资助所创立的 这几个钢铁企业 有没有 来赔 那就不是你日本人赔了 说韩国人自己赔韩国人 那你战争你打败了 你东西来赔偿我战争的损失 不够儿耳意啊 我还死那么多人对不对 所以这种纠缠就没完没了了 但是我们只能说 尹錫悦 他可能认为反正也不能连任 即使能够连任也连任无望 干脆就当卖国劫 就卖到底 一路黑到底 对他现在其实在韩国的那个名声 最新的民调 跟汪精卫 我没有两样 我帮蔡委员补充一下 最新的13号到15号 就这几天尹錫悦的支持度下降两个百分点 现在已经到35%了 负面的评价上升6个百分点 这个也真神奇 神人佩服佩服 但是这个神队友不是猪队友 但是问题他想投靠美国 投靠拜登啦 所以他已经在为他下台 之后的后路铺后路了 美国在韩国有驻军 可以保障他的一切的安全 他一看历任的韩国总统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所以你看清瓦台总统我不敢去 他真的是很迷信 他不敢去 风水不好 风水不好 所以他第一个没有在清瓦台办公了 第二个他发现 稍微比较亲美的 总统下场会比较好 所以他干脆极端的亲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影席月出访不是自己去 他把大老板全部都带去了 三星的李在荣 SK集团的崔泰元 现代汽车正义轩 还有乐金集团的聚光模 但是这一连串的操作下来 韩国人就问一句 影席月你到底是哪一国人 孙昌军你怎么看呢 因为基本上日本这笔钱不大 这笔钱为数不大 对 几台币而已 日本就是一个面子问题 这个就本来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面子问题 你看日本就是战后使不认错 对 就不道歉 他侵害韩国可是上千年历史 唐宋元明清 他说班班可考 对不对 打中国不见得打了几次 但是搞韩国是搞了很多年 所以韩国人对他的恨 那也是很那个 第二个问题 你看我们台湾也要扒日本人 明明殖民台湾说禁出 对不对 就是他们就是坚持这几个字 日本的教科书也不承认他战败 也不承认他这个侵略这个东南亚那么多国家 所以问题啊 这个就出在一个面子上的问题 那谁来戳呢 美国人在戳合嘛 我们要一起和来围堵中国 你们两个不能再闹了 你知道吧 尹锡瑞为什么会 明明知道韩国人不接受这一套 为什么要去 对 因为是美国在大力戳合 围堵中国最有力的岛链是日本 那你韩国不可以跟日本再闹 不要分散他的战力 不要分散他的战力 因为你看 美国在全世界的步军很有战略含义的 为什么在日本布置将近五万人 对 最大的嘛 最大 最多的人 而因为日本是东南亚的整个东亚的战犯 每次发动战争 日本都在侵略所有国家 也跟美国也对干嘛 对不对 那我就是说 从麦克阿塞帮你 制定你日本的宪法 军队住院彻底把你变成 殖民地一样的改革 思想全部改过来 照理讲 日本人应该算一算 广岛跟这个长崎两个原子弹 对我伤害多大 没有 所以美国说你军事上 你不要放心 你放心 我全部可以保持你的安全 你那个山林啊 重工啊 这些重工业 我都没有给你破坏 你去赚钱好了 这个手法 第二个对付就是德国 为什么德国驻军也仅次于日本 你也是二次大战的战犯 因为你们一着起啊 美国就比较担心 希特勒可以搞到整个欧洲沦陷啊 日本可以搞到中国 中国大陆快三分之二被他占领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其他国家他没那么多 这两个国家 韩国敢不听话 前面的总统还有被 人家都有 那个小说里面写的多神了 是美国搞的武装政变呢 没错 用你情报局长把你干掉了 所以韩国受美国的钳制仅次于日本 日本现在百分之百听话了 韩国还是有一点了 所以现在这次就证明他们 韩国听话了 韩国听话了 要不然影视力难道不知道 韩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吗 所以说晶片战也好 还有这些部署也好 韩国已经决定了 一路跟着美国 一路黑走到底了 你看他带去的商业头子 都是跟日本开放的东西有关 对 都是跟半导体有关的这些 所以这边面子丢一点 那边银子要弄一点回来 没错 好 那接下来我们往南半球走 我们来看一下 澳洲现在很高兴 澳洲说我们未来要潜见了 在这之前 我们还可以先买到两艘 美国的二亥 维吉尼亚籍的盒子潜见 但是问题来了 你知道澳洲花了多少钱吗 澳洲真的是被美国当盘子 先买了两艘 之后他们还要盖一些基地 然后会有自己的潜见 一共有八艘是3680亿美元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先不要说这个争议 首先这是美国跟英国 两国的技术 然后让澳洲也来 你们也自己做 但是这个钱是你们花的 在这之前先买了两艘潜见 其实我查了一下 这个维吉尼亚盒子潜见 它其实是1991年2月开始研发 然后2004年开始第一艘服役 这个价钱 你想说潜见到底多贵 澳洲是花了3000多亿 原本15亿 然后后来预算增加到26亿 然后为什么会有维吉尼亚潜见 原本美国还有一艘更厉害 只是后来发现太贵了 海狼集合潜见 因为一艘要30亿美元 所以他们就 再进了一艘比较便宜的 但现在要把 你说原本原价26亿好了 那现在已经是二手的 卖给澳洲 再加上帮他盖潜见 3000多亿 张将军你觉得这个预算合理吗 他们的前总理就批评 这是澳洲史上最糟糕的国际决定 他是这样讲你看我们买八艘潜见 如果我们买替代的柯林斯级的替代品 一样的钱我们可以买40到50艘 对核潜见就是贵 我们知道他本来是 本来澳洲是要像法国买12艘 裁电潜见就传统动力 后来改为阿肯茨的就变成像 美国跟英国来核制的 变八艘啊 变八艘因为贵 核潜见贵啊 那也少太多了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 因为核潜见它可以不用任何燃料 它有备用动力系统要用柴油 这是备用动力 但是它主动力它用核电就可以了 关键它的里程可以没有任何限制 最重要是它的换机系统 那现在买变八艘 那最重要是维吉尼亚籍 美国就现成 美国现在的全部的这71艘的潜见 全部是核动力 不管是核动力的弹道飞弹潜见 还是核动力攻击潜见 它卖给这个 它卖给澳洲的 这个就是核动力的攻击潜见 没有办法发射核武器的 是这样子的给它做限制 那现在澳洲 它现在Cosling的 Colins的这个潜见 财电潜见 已经30年了 年纪也大了 六艘 六艘都老了 那现在就要换 那换 你要换到还是保持原来的财电 还是要走核动力 那就选核动力嘛 因为抢单了嘛 因为他们讲的被美国跟英国 我们知道澳洲跟这两个国家 澳洲的 它的是君主立宪 它的形式上的元首 还是英国的 我们叫英国的大英国协的国王 国王就是澳洲的元首 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完全全 变成一个完完全全独立的 它只是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它的共同上面的这个元首 虚位的元首 是我们叫英国的国王嘛 所以很清楚 那这样子包含美国 包含英国 要过去帮他做潜见 法国的单子就买 他后来要赔偿 因为这个关系 法国当初跟美国 在三年前的时候 关系没有搞得很好 就为了潜见的问题 因为这12艘退单了 而且那时候法国已经备料了 它有些东西它已经下单了 我备料突然 你这12艘 你突然不要了 那我怎么办 我说帮你备料 好 那我赔钱 澳洲赔钱 买了这8艘 三艘 两艘 三艘 总共8艘 但是要完成作战训练 要到2030年 还有7年 因为核战要训练啊 但是现在变成 美国不是经常有跟日本 还有跟澳洲海上联合军演 你先过来 先过来来到我的维基尼亚的 这核攻击潜见 你来这边来见习 先做训练 他不是说买到再做训练 没有 我先超前部署 先跟你做训练 那现在他们也就签署 也开始这样做 因为澳洲的Colins的这个潜见 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了 但是要换到这个核动力的 没有 系统完全不一样 这个天差地别南原北侧 这差很多的 这跳这一带跳很多的 所以他现在 美国在这方面 已经有所安排了 那我们知道 英国帮 还有美国帮 这个澳洲去做这个潜见 澳洲 我们知道澳洲是个大陆很大 但是澳洲不要忘了 澳洲它是一个海权国家 我们都习惯说 澳洲那么大 它应该是陆军很强 没有 它海军最强再来是空军 然后最后面才是 把它的国防的 有限的国防预算 放到陆军上面去 所以它既然很重视 海权跟空军 那跟哪个国家会 关系又在一起 美国 美国非常重视海空权的 它不管它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美国的整个11艘航母 打击群 美国就是非常重视海空权的 是这样子 澳洲也走美国的路线 那现在澳洲也到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来跟美国联合演习 也把重点慢慢移到南海去了 它的飞机我们知道 中共的这个迁戟机 也拦截过澳洲 从它的达尔文港起飞的飞机 飞到南海去 它也做拦截过 是这个样子 它现在变成澳洲 在这一方面跟美国 采取同一的步骤 5G系统跟美国一样 而且美国在澳洲的达尔文港 还有海军陆战队 一千人在那边 换句话 他们的军事的关系 是很密切的 那现在帮他来做这个 维基尼亚籍的 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舰 那这样子的话 只是时间的问题 还有一个国防预算 负担比较重的问题 但是其他都可以靠时间来克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